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友们好 我是大俊的如祝琳 今天是7月25号 天吃热 宝宝不爱吃饭 怎么办 有没有开胃的果实呢 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去开胃又补铁的罗宋汤 让孩子在整个夏天都食欲大开 做罗宋汤需要的材料有 牛肉半斤 我买的是牛腱子肉 牛腱子肉不会柴很滑乱 玉米一根 胡萝卜一根 洋葱一个 土豆一个 西红柿一个 接下来把牛肉切成丁状 把胡萝卜切成丁 土豆也切成丁状 洋葱也切成丁状 胡萝卜切成丁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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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洗一遍 热锅下油 倒入羊肉 翻炒出香味 倒入牛肉 翻炒 再倒进胡萝卜 翻炒 倒入三十 炒至圆烂 再把豬肉倒出去 翻炒 炒一分钟后 倒入一碗水 大火煮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大火煮三十分钟 把玉米倒下去 再用小火煮十五分钟 螺松汤做好了 主角是牛肉 汤是酸酸甜甜的 因为不喜欢吃太酸 所以我少放了一个西红柿 配菜是可以随意调换的 好